警方昨天抓到了一名星巴威级的男子 他六年前来台骗财骗色被捕 服刑之后呢被驱逐出警 没想到去年又拿着假的英国护照入台 在交友网站上呢用马盖仙的昵称 四处骗财骗色 受害的女性多达十位 而他诈骗的金额一年更高达上千万元 跟外市警察带出来的男子经把闭眼一脸狼狈 他就是六年前在台湾骗财骗色 如今不知悔改又再度犯案的星巴威级网路男虫 这一名中年男子六年前被判刑 服刑以后被驱逐出警 没想到在去年又一本假的英国护照来台 接着就在交友网站上自称是奥运储备国手 谎称要来台湾定居 陆续对十多名的女子骗财骗色 一年诈财至少超过一千万 这位金额老道的网路男虫今年四十七岁 在网路上化名马盖仙或是其他的名字 又说自己是证券行行员或是健身教练 跟六年前一样的说法跟手法 从去年开始又再度上演 原判总继结婚为交友前提 等到对方答应就到刷对方的信用卡 平时和女友就住在宜兰的街间休闲农场里 连女友都不知道自己也上当受骗 如今再度落网 也算是还给诸多女性被害人一个公道 好 好